从那以后渔船市就分为了两股势力 以李鸿梅为首领的怪物军团 想要沦陷整个世界 以亡名为引领者的技能组织 想要消灭这些怪物回到正常的生活 但除此以外的军方是想怎么做呢 我也不知道 你快让我回去吧 一会大川就找过来了 你是个傻子吗 你都落到我手里了怎么回去 你自己走回去吗 那怎么办了 我感觉到了大川的大致方位 一会你就往那边跑 救命啊 救我 更在寻找疯子的大川 听到了响度 谁谁在那边 疯子的叫喊吸引来了附近的三等怪物 李鸿梅紧跟其后 妈妈 你不要在三海五个人呢 李鸿梅听到我的吼叫后 停下来动作 并且叫停了周边的三等怪物 大川 这次就是你误会我了 那天我送你到图书馆 没有觉察到附近有怪物存在 但是在你使用锤子 和那个脸上有刀疤的男人决斗时 我又闻到了一丝怪物的味道 我觉得它就藏在图书馆的深处 经过我这几天的观察 发现这个疯子是一直深藏在图书馆内 所以我才怀疑它是怪物伪装的把它带了出来 啊 疯子是怪物吗 我吓得一把丢出去了疯子 不用怕 经过我仔细的探知 在它身上没发现怪物的力量 我背后一两个一股危机赶袭来 老这么说的话更吓人了 要一个怪物就埋伏在我的身边 它的安卧宅民岂不是很危险 不 怪物的气息很微弱 只有两种可能 要么是一个低级的怪物 所以散发的气息比较微弱 要么就是非常强大 而且智力很高会隐藏自己的气息 连我都很难精准地觉察到 但是这种可能微乎其微 懒刀是一等怪物吗 不是 姐 拿我爬个锤子 尸腿怪物上尺都赶到好几个了 得了 多得不说烧的不老 我这就把疯子带回去了 不管是什么怪物 妈妈都会保护好你的 我快步把疯子带回了图书馆 只见一个娇小的身影向我跑来 小雅 你怎么来的 外面很危险 快回去 我看着迎面而来的人心都不禁感动 在看戒约日里 大家合力把三等怪物都收拾干净了 来了 都来了 一个也跑不掉 打圈 这疯子可是被斯特怪呆走的了 你是这么久他回来的 我杀了个黄 我见到疯子的时候 发现他身上都是偶仆物和派邪物 相比是被怪物侠的上头侠些了 斯特怪可能又解体比较险奇 他就给他丢楼边了 那也不对啊 斯特怪为什么偏偏带走这个疯子呢 或许这个斯特怪是疯子的老是便宜的 咱们也不知道啊 正说着 图书馆外边传来 一阵阵的怪物叫声 火焰烧过来了 已经吸引了不少怪物在这里游荡 斯特故意救流 红阀美不是开车过来的吗 咱们闲待久放 我们几个人挤在一辆车里面 开打油门 直接撞开了好几只怪物 但是怪物反应的也很快 在我们后边紧追不舍